先煲水喝 等等 滴色仔告訴你 留在水館一段長時間的水 有機會積聚沉澱密 我知道 用鮮開水喉最少兩分鐘 記住不要浪費 這些水還可以用來淋花龍清潔 熱水會令喉管和裝置 釋出更多雜質 不要只是領導中間 記住要領導盡用全凍水 煲水喝和用水煮食都要這樣做 只會用水好習慣 健康生活好簡單 請介紹一下 遠足 德行 貼熱水 每天 餓